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IM 梅客室 今天有我Dennis 第一次和你合作 你好Dennis 第一次和你合作 Michael 和王敏锡 大家都非常熟悉 不要这么说 不时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投资资讯 大市仍然可以企稳26,000点以上 今天收报26,126点 升幅不是很大的 0.42% 但是正如刚才所说 继续企稳26,000点以上 都是一个很少头 因为看起来 都封低的大元底 Michael 觉得现在大市仍然稳定 还是否仍然是很严格 方向上仍然是可以的 先说 如果剛才你说技术走狂指标 因为连续三天找到26,000 未必补回到25,800楼下居 我自己也很喜欢看 我觉得是仙道指标 虽然上升了70多 其实是不错的 如果到大看回70多 如果是9,000楼下居 也要去到6月 6月的时候恒指水平也很不错 那时是29,000楼下居 但现在只需2个力度冲上去 在26,000楼附近也有这个力度 我觉得比分数高了 所以如果你看看 第二个黄空監察又快出现了 如果你看看10,000楼上升至20,000楼下居 现在慢慢地跟10,000楼下居 其实如果你看看 都应该是接触了 接吻了 已经接吻了 在上看到今次的走势 跟7,000楼下居 我们经常被欺骗 但原来很开心 通常走势是月头上升 月尾跌 今次似乎 今次是22日 今次再重演7,000楼下居的机率 暂时看来未必是这么高 但当然 我觉得两样东西都要看回气氛 今天虽然升至8,000楼下居 但也有12,000亿的成交 也算是不错 其次 就是外围方面 近期美股上升之余 看到之前大家上升之后 是担心滞涨或各方面的情况 但今次看到 慢慢对滞涨的因素担心 减低 而且这期价值减低预期通胀 如果听到预期通胀 3.5年来说是高的 计算数来说 实质的利率来说 现在处于负利率 负利率来说 大家也要找多些投资机会 而对美股有一个推动之后 这期我们的港股似乎是受惠 所以港股之前 都去到2,3,6的位置 我觉得除非有些灰天鹅 黑天鹅事件 都想不到 但如果不是 如果大家有很多利淡因素 想象的情况出现了 现在长方是框框 我觉得应该向上的机率 仍有的 仍有的 是的 但框框就变成了 现在应该是25,800 至到这一层上升 都仍上升 透过气再上升 应该可以到26,5的 是 即是透气仍然会 但透过气之后 再冲上的机会也有 还有看什么板块 看什么板块 其实你的指数要上升 你都要一些板块配合去接力 这件事有没有这样的气力 好像爬山一样 这件事我们要看看 说到板块 刚才Michael也有说了 现在实际的债息减下预期通胀 其实实质利率是负的 那些科技股是有利益的 其实最近也是 看到带动股市上升 都是一些科技股 人们的部位 还没看什么 这件事不就是 这件事不太吸引 在这里 就是这件事不错的 这件事不错的 什么事不错的 不错的